來,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看一下各大學的虛擬攝影棚 其實每個學校都花不少錢做 只是說尖數不多 那所以第一個,要進去也要安排時間嘛 第二個,你看這樣也可以做啊,對不對 有的比較陽春,有的比較怎樣?花比較多錢 那前面這個就是要打光 就打光用的,補光用的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真的很在意臉色好不好看 自己兩個燈,你用台燈也可以 前面加個,就是台燈加個那個,有沒有A4的紙啊 把它擋一下,不要那麼亮 這樣的話其實效果就還不錯 比較不會說受到太多室內 就是只有上面那個日光燈的影響 所以你看這邊,人家有準備桌子 可是說真的,其實你在現場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實在是沒什麼 但是呢,錄出來之後 他們就會用虛擬的方式,就是 即時的去做合成 即時的去做合成 所以像這個是我們學校的 在零東科大裡面的喔 現在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現在是拍攝現場 它也是一樣就是即時的去背 好,那你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就是在拍攝現場 等一下呢 直接把它計畫到下面背景 現在是這樣 先把計畫就是計畫的 先電視台一下 但是你應該知道呢 為了做這個的話 為了做這個的話 最沒一百萬耶 但是我們怎麼這樣也不用喔 怎麼這樣也要 所以這個有差啦 那只是說當然不可否認 有花錢還是有它的好處啦 對不對 只是說就看您需要的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這你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呢 就是這個部分 要來先考驗一下大家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一題要麻煩大家進來看一下 就是您在這個任務裡面 您從上面這邊進到這個任務 好,把這個打開 11單元打開 第二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 所以請您看一下 我們知道在YouTube 如果您在看影片之後 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設定它的品質 影片的品質 那我們都知道 數字越高代表什麼 品質越好 畫質越好 但是重點是 這個數字代表的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 嗯 好像老師這樣考有問題 好 那你選好了之後 上面這裡有一個提交 好吧 那麻煩各位囉 如果好的你按提交 有沒有 你就 打完了 我們待會兒就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來,還給您 大部分大家都回答完了 您可以 按這裡 您也可以看到有個進度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我有開放 所以您點進來 可以看到 大家現在回答的情形 第二題有沒有 大部分都回答完了 那我點這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 大家統計的結果 好 在這裡 影片寬度的 還有其他的 今天一定要認真一點 因為只有這些人答對 哈哈哈 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的話 你應該要對影片有一些基本認識 好 那這個影片呢 你看我們剛剛那一題的話 好 你看我們剛剛這一題的話 這個地方 這裡指的是什麼 像 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320 乘以240 大概是BCD的品質 BCD是352乘240 好 那這個呢 360是指640乘360 也就是你一般比較常在人家網頁上面看到有沒有 影片砍到那個部落格文章裡面啊 或是Facebook上大致上那個尺寸 那這個就是720乘480 這個是DVD的尺寸 好 DVD的尺寸 那麼你會發現從720以後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個HD 表示這是高畫質的 這是1280乘以720 再上去還有1080 這個是1920乘以1080 再上去還有 好還有 所以我們後面這個代表就是那個數字 那個影片的高度 好影片的高度 所以呢 一般來講我們大部分 如果老師以後你要錄這個教學的影片 至少我們通常會做到HD以上 HD以上 因為這樣其實對同學或者其他人在看的時候 相對比較螢幕比較大一點 好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以下的不是說不行 只是他如果放大來看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家螢幕都已經夠大了 放大來看的時候就稍微比較模糊 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較小的尺寸 這樣有概念的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先讓大家對我們這個影片製作部分 有一些了解 因為待會我們如果在這個OBS裡面 OBS裡面像我在這邊開一個新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這個大小啦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數字 這樣你了解 所以你到底要做哪一個 你看後面這裡有沒有720P 1080P 這兩個 對不對 指的是什麼樣的意思 這邊就會有特別跟我們寫到這樣子 好 謝謝